大家好,我是圣恩 今天我要來開箱一把我新買的吉他莉莉 同時要跟我舊的吉他莉莉來做比較 吉他莉莉就是介於吉他跟烏克莉莉中間 綜合了這兩者樂器的特色的一種樂器 那至於他到底算吉他還是烏克莉莉呢 他其實也沒有特別像哪一個 反正他就是吉他莉莉 所以算是一種獨特的樂器 吉他的部分就是在於 他有六根弦 那烏克莉莉的部分在於 他是比較小的琴聲 像這個是28吋的 一般烏克莉莉就是21吋、23吋、26吋 是最常見的 大一點的、baritone的還有30吋的 那吉他莉莉這個是28吋的 27.5吋 那算28吋 那同時他也是尼龍弦 這個部分是烏克莉莉的特色 吉他的特色就是六根弦 所以呢如果你會彈吉他的人 其實你用移調夾夾第五格 然後直接彈奏 其實就是吉他莉莉的挑一 所以如果你原本是學吉他的人 再來彈吉他莉莉 會比較沒有落差感 你可以直接用吉他的按法 和弦的按法來按吉他莉莉就可以 只是不一樣的是 就像我剛剛講 他是把移調夾夾在吉他的第五格來彈奏 也就是說我如果在吉他上面按的C和弦 在吉他莉莉上面按的話 他就會是C夾的第五格 就是F和弦 所以我們這樣彈奏C和弦的時候 其實是F和弦 那我今天要來比較兩把吉他莉莉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我手上這一把 Kodoba GP100 全長為27.5吋 有效弦長為432厘米 面板是雲山木 側背板是桃花杏木 上弦枕的寬度是46厘米 總琴格數為17格 接下來是我手上這一把 YAMAHA GL1 他的面板是雲山木的面板 側背板則不太知道是什麼木材 因為他官網上面寫叫 Locally Sourced Tone Wood 就是在當地採購的製作樂器的木材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木頭 那他的上弦枕寬度是48厘米 有效弦長一樣是432厘米 琴格數一樣是17格 扣除掉這個只剩一半的 如果算這一格就是18格 而且這兩把的紙板 都是平的 沒有弧度的 不像鋼弦吉他會有一個弧度 電吉他也會有一個弧度 接下來我要來示範這兩把的音色 首先是Cordoba的GP-100 接下來是YAMAHA的G01 接下來是YAMAHA的G01 G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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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手上這兩把 吉他粒粒的比較 開箱以及介紹跟分享 吉他粒粒在台灣 因為市場比較小 所以蠻難買到的 那我其實也想買再更高等級一點的 不過其實真的蠻難找的 所以我手邊也只有這兩把 有點可惜 不過如果你喜歡吉他粒粒 或者你有在彈吉他或是烏克粒的 我蠻推薦 可以再多嘗試看看一個吉他粒粒 是一個很有趣的樂器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到我的粉絲頁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